大家还记得去年春节的时候 张赫伦到岳云鹏家打麻将 被岳云鹏的两个徒弟刘晓婷上小局 追着要压岁钱的事吗 今年这种给师叔拜年要红包的戏码 竟然上演了连续剧 这次带头讨要红包的变成了岳云鹏 他领着师弟曹赫阳张九龄 嚷嚷着要给师叔孙岳磕头讨要压岁钱 在索要压岁钱这件事上 岳云鹏是毫不腿硬 对着自己的搭档孙岳 这就跪了下去 谁让他的确是自己的师叔呢 大过年的 这头该磕就磕 要压岁钱绝不手软 这段视频是孙岳自己拍的 他自称这是无妄之灾 画面中应该是这几位过年一起聚在岳岳家 岳云鹏的女儿一开始还出现在画面里 视频中这段爆笑的笑声 应该是来自于岳云鹏的太太郑敏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去年郑敏是亲眼看到老公的徒弟刘晓婷 上小局追着张赫伦喊师叔要压岁钱 今年就轮到见证自己的老公 带着师弟也追着自家师叔要压岁钱了 孙岳的旧爷是相声演员李文华 他先是师承赵小林 后来正式拜师师傅宽 是于谦的师弟 和郭德纲也按师兄弟论 孙岳早年在北京组建了相声社团 一新相声社 后来一新社被德云社收编 孙岳也加盟德云社 在郭德纲的安排下开始与岳云鹏合作 担当岳云鹏的捧跟 因此孙岳和小岳台上是斗跟捧跟的搭档关系 台下实际上是输职关系 按辈分来说我应该喊的叫师猪 但是呢我没有喊过 喊我的车误你知道吗 其实相声行当里 像他们这样书职搭档的对子有很多 比如刘晓婷和张九泰 刘晓婷是岳云鹏的徒弟 而张九泰是岳云鹏九字科的师弟 自然是刘晓婷的书 台上九泰是二哥的捧跟 但台下其实也是小师叔一个 我叫张九泰 是他们俩的书 也是头一次享受到这个待遇 因为在私下从来没有叫过 很开心有个机会 从来没叫过叔叔吗 对 跟我们 再比如高小辈 王小阁 尚小菊 这些小资辈 日常的相声演出 都会经常和叔叔们合作 虽然这些叔叔们 比自己也大不了几岁 有的甚至同岁 有的甚至还要想自己几岁 他是我的长辈 我得管人叫双师叔 其实说句实在话 我们是同学 但是既然是师叔 台下就要讲礼貌 刘晓婷出门坐张九龄的车 张九龄给他开门 刘晓婷都快要蹲到地上去了 不过 虽然辈分矮了一劫 但是其实在相声门户里面 并没有论字排辈 只要有能力也有本事 都可以在舞台上展露头角 当然 这最大的好处 就是大过年的 可以给师叔拜年 名正言顺的要红包了 说句都长 说句都长 玻璃一笑 玻璃一笑 观众竟然是三代一世父母 机房开来是相声人的态度 帅 欢迎订阅 大家 Yang欣敛 就 смотр视 我待你 会最后再闭一笑 soaked太轲 那么还会 犯行 庭 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